名不见经传的19岁女孩严卓玲 凭借在电影《恐武派》中的出色演出 一举入围第五十届台湾金马奖 与前辈张子怡、桂伦美、舒淇、郑秀文 争夺影后桂冠 11月2日严卓玲在台北举行记者会 这次影后角逐是强强对决 不知道在这位新进入围者心中 谁的胜色更大了 我觉得张子怡的演出真的很好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 可能你觉得他没什么表情 但是就是没什么表情 那种压长的压台的戏份 或者是他的演技 就是令你很 狂武派在香港可谓是叫好又叫做 连周润发郭富城都当众表示 想参与续集的拍摄 这部戏让舞蹈演员出身的郭富城 看完后感动得速度哽咽 这也让严卓玲很是意外 本来就没想到广母派可以成功 但是现在成功到前辈也很喜欢我们 而且说跟我们参与派我们的广母派 上真的很意外感觉 虽然是出来乍到 但媒体一点面子都不给 直接问及让他辨识度倍增的虎牙问题 看来这位虽然是新人 但严卓玲对演员的工作 还是诚意满满的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